过年期间还是有不少人必须坚守工作岗位 台电铁道90年其实培养出了一群专业的运煤铁路工作人员 包括了专业的火车驾驶以及不论刮风下雨 都要坚守岗位的泄煤人员 还有人是从年轻就一直在运煤铁路上工作直到退休 收到一二月的电费账单信封上这两个工程人员 就是在林口电厂做了45年的桃林兄弟 在地人高万德从林口电厂铁路诞生开始 做现煤工人 推土机驾驶一路做到营运主办 客长高再发也是名副其实 跟桃林铁路共进退 民国57年启用 101年的12月31号要终止营运 我在102年的元月底要退休 对于没工作不舍得还有深奥电厂铁道结束后 调来林口的列车驾驶林华元 日复一日重复机关车交替 一台后退换另外一台前进 狭小的空间每一分距离都考验技术 林口电厂全盛时期一天八班要运五千多吨煤矿 有经验的驾驶让事半功倍 在没有机械化的年代 卸煤还全仰赖人力 竹南那边所产的煤那跟泥土一样 那时候没有这个机器辅置都全部要用这个手工的话去弄 拿那个通条去通啊 说起县煤工作总是津津乐道 2012年底林口电厂铁路走入历史 台湾电厂铁道也完全结束 工作人员拍照留念 也留下这一段再也不复见的电厂铁路记忆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